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到这边来团建 然后来了之后就发现有盗版书 尤其是数量就当时看就不是一本两本的 所以就挺震惊的 书本身就是一个农民的乡村教育项目 我不认为我号召过捐书 可能那些人看来就问说你们要不要书啊 我们说好啊好啊好啊 那么就有些人就来就把书 也没有想过说要验一下这个书 也没有提醒 直到在网上看到说书有盗版书 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有盗版书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原来书就算是这样的 最开始主要的就是那个组织一下秩序 当时确实馆长一个人忙不过来 除了那个还有就是把书里头的整理啊什么的 但是没有说分类特别吸引意境的想让大家都是随意的拿来看 刚才发现了一本 就像这个它是扫不出来码的 它是没有信息的 但是它是台湾的 所以这是不是有可能它就是正乱的 你看两封面 这个书名这里是北京是黑色的 然后这个是白色的 另外就是下面它没有一支五合级 最直接怀疑这封书还是它引发质量的问题 所以大概一看 印得有点刺 真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能力没有办法维持这个书屋 向大家要求的一个专业的书屋的话 那书屋只有关门 我们都非常谨慎 就我调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判断一定是才把它调出来 但最后因为志愿者搭了用电来之后 就是已经把我们原来的那个完全打乱了 因为他请我们来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千万不要找无关的人 他们还没有建立那个 就我一定要用一个机制 来完善这件事情的那个概念 就还是凭一枪热情在做事 那个人一定要有经验才行 找那个专业相关的人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 就算今天出现这个问题 把所有的盗版书弄出去 所有的不好意识的书都不去 我还是希望书是由来的读者捐来的